无人机远远拍到 岛屿上不少建筑拔钢而起 玩如一座新市镇 但飞进一看 却有不少住家阳台 屋顶装满了杂草和无人气 这座命名为森林城市的新城市 坐落在马来半岛跟新加坡柔福海峡中央的一座人工岛屿 是中国从2014年开始预计要在马来西亚建设的造成计划 这座耗资1千亿美元 约台币3兆540亿的城镇 如今却宛如鬼城一般 成了当地颇受争议的烂尾楼 这个计划是由中国建商碧桂园开发建造 位于柔佛州的新山市郊 距离新加坡只有几公里远 原本建设蓝图就像一座 以科技发展的新世代绿色城市 所有的高楼都布满着绿意盎然的植物 还有最先进的科技 都会运用在这座的城镇中 宛如现代的无图邦城市 也是中国号称最大的海外房产建案 只是一个地处马来西亚 却由中国建商建造 社屋目标族群也落在中国移民上的建案 最后却因为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 担心会导致大量移民入境抢占工作 加上中国限制资本外流 让森林城市渺无人踪 房产公司分析 这个建案打造出梦幻城市的蓝图 要在中国推行一带一路计划的路线上 加上房价比中国一线城市便宜许多 一套豪华的两房公寓 只要550万台币就能卖到 也让第一座森林城市人工岛的预售屋 在2015年时已经卖出了八成 当时的建商预估 光是2016年森林城市建案的收入 就能超过30亿美元 只是这项计划原本预定要在2035年以前 让这里成为有70万人居住的小市镇 专门供应给想在马来西亚定居 并且是往返新马之间上班的中国富裕阶层支柱 所有为中国人打造的居住蓝图 最后却受限于两国的政策 让建设计划停滞不前 尽管外界提出了相关改善建议 负责建案的中国业者人表态 三菱城市的开发进度依旧会如期举行 在疫情流行下销售情况不佳 但只要随着两国恢复经济活动 并且借出旅游禁令 预计森林城市会重新发展起来 但外媒分析 在中国房产业近两年陆续出现烂尾楼的灾情之后 能否乐观看待马来西亚的森林城市发展 还有待观察 观众新闻 陈颂秉